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像这个舞台这么大 11年前的reway公司就像这个舞台这么大 我们开始的时候是以38品的产品开始 当时的包装是由总裁自己割的 有时还割到流血 他不给别人割 因为他觉得他割得最整齐 然后这个舞台的size的reway公司 早上就是distributed area counter counter后面就是一个厨 厨的后面就是reway的perture 当时那个厨不需要很大 因为没有什么货 所以你也不用来抢reway公司 没有货给你抢 然后隔了一个门 就是老板的办公室 老板的办公室里面就坐着我 跟我们的财务总监Rachel 这个就是reway的第一个办公室 记得当我们第一次要去纽西兰高峰会议的时候 马来西亚的领导人就从 冰城搭巴士来到新加坡 跟着我们往上起飞去纽西兰看我们的厂 当时没有很高很高的收入 没有什么业绩 当时没有那种我们讲的奢侈 当时坐AirAsia都是一种luxury 所以他们是搭着十个小时的夜车 往上十点从冰城出发 搭到新加坡早上十点 我们就会去Golden Mount接他们 新加坡人都懂Golden Mount在哪里 就是很多巴士厅的地方 然后一接了他们的时候呢 当时Simon 我们现在的飞马山领导 他就会每次到了新加坡很兴奋的跟老板讲 老板我们要去看新加坡总部 他一讲要看新加坡总部 我们一定跟他讲啊在装修 现在在做一些冷气的东西 Security东西不可以 所以他尝试了两三次来新加坡 我们永远带他去吃好吃的点心 带他去吃好吃的炒面 故意把时间拉了很久很久很久 然后当我们讲啊可以去办公室了 突然间哎呀要去机场了 我们就去机场 坐半夜的飞机 我们就飞去纽西了 所以reway公司在大概第一年的时候 一周年的时候我们就搬去Trey Hub 所以Simon加入reway最大的遗憾是 他没有看过reway这样小的办公室 所以的话呢很多人说reway是不是很侥幸 或者很幸运可以来到这个规模 其实他是靠很多很多的努力 我记得在这个这么小的办公室的时候 有一次我在counter进单 也没有什么单进啊 一天一个单可能 可能一个silver而已 在拖长那个进单的时间 慢慢进慢慢进的时候 老板就在房间他的桌子 开了他的laptop 他就转过来叫我看 很靠近的不用走过去就可以看得到 他说哇你看 in-door stadium 整个in-door stadium很多灯很多灯很多灯 他说你想像reway如果十周年 可以去一个in-door stadium 哇应该是观众要住 当时office那么小 你讲in-door stadium 对于新加坡人来讲 他是不可能的 因为他对于我们新加坡人来讲 就是去看演唱会的地方 不可能一个公司可以在那边办活动 当时他讲的时候 我心里有在想可能吗 不过我就记住他讲这句话 然后他在搁Pertier第一代的包装的时候 他一边搁一边吹风扇 为什么 因为那个我们office的冷气不冷的 真的不冷的 每一次开16度多风都好像25度的 所以他必须要每天开着风扇在桌子吹着 他在搁的时候他就说 如果有一天 当市场上的每一个人 当他要吃露胎盘的时候 他不会说给我一个露胎盘 他直接说给我一个Pertier 就是说对于全村的人来讲 露胎盘等于Pertier 全世界的露胎盘就叫做Pertier 他问我那个感觉好不好 我心想的时候 我也是觉得好像有一点不可能 这个概念就像牙膏 我相信我们每天都要刷牙 对吗 这里有谁不刷牙 等一下不要跟我讲话 我们每天都要刷牙 刷牙的牙膏很多品牌嘛 对不对 可是很多时候我们不会说 哎呀我要去MTUC买牙膏 我们会讲什么 我要去MTUC买Coregate 对不对 可是牙膏是有Coregate 有黑人 黑人牙膏 真的很奇怪 牙膏白的 为什么还用黑人呢 有很多的品牌 不过某一些品牌 在我们的脑里 我们已经下定论了 Coregate 就是牙膏 牙膏就是Coregate 跟女生的卫生棉一样 对吗 女生要去MTUC买卫生棉 她不会讲我要去买卫生棉 你不知道买Codec 就是一个我们脑里想的品牌 所以当时我们就是朝着这个方向 如果每一个人都觉得露胎盘叫做Pertier的话 这样我们很成功 就是人家想到露胎盘 他只想到一个最棒的品牌就是Pertier 所以当时我们就一边想一边笑 一边流汗一冷 冷气真的没有很热 一边搁那个 然后我一边看着我今天进的那一个单 一直在想 几十可以有两张单 几十可以有三张单 当Reway刚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close的是谁 都是亲戚朋友来着 在Reway开始的时候 跟Reway买最多的是老板的妈妈 然后老板的妈妈不可以老板去的 因为太close了 老板讲多对 老板在台上放一个P 现在你们都觉得像 可是老板的妈妈最难说服的就是老板 所以每一次我们需要业绩的时候 就去找老板妈妈了 买了一套两套 我开心回来了过后 用完了钱又要业绩了 就去找老板的妈妈了 然后老板妈妈找完了 挤完了 找她的阿姨 阿姨 很多阿姨吗 七个阿姨 走一轮了 再去找第二个 就这样一轮这样走 所以我们以前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 只要能够卖一套Diamond 一套3188 要敲锣打鼓 庆祝三天三爷的那种 因为以前 一瓶都拿卖 更何况一套 所以那个时候所有她的妈妈 她的阿姨 全部都是我去的 所以为什么老板讲 我连大便都能卖 就是这个原因 因为在老板的脑海里 他不能close 我能close 其实不是我卖的比老板厉害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介力 不一定每个人你能够 不过别人有可能能够 所以当时我们开始的时候 他的确的不容易 不过他开始的时候 为什么有这股充力呢 因为有一定的一些花 有一定的一些画面 之后的reway 我们想朝向哪一个方向 所以我很了解那些市场 尤其是新市场开始的时候 新马也是11年前开始 当我们11年前开始 新加坡跟马来西亚的时候 说真的 他比现在任何一个国家还难 因为以前你回到11年前 这边11年前都出事了对吗 应该是 你回到11年前 你要跟市场的人说 你要吃一个保健品 3688 那个市场的人去到 Watson Pharmacy 他随便买一个保健品 12.8 你要说服他买3688 你觉得难吗 非常难 为什么 因为当时没有人吃过 市场没有产品见证 没有事业见证 什么都没有 完全只是纯粹一个信任 你相信我吗 我相信你吗 当时吃这个产品的每一个人 心里都很怕 会不会吃死他们 因为我们没有人 可以证明这个产品 不会吃死他 所以当时我们珍惜每一品 珍惜卖的每一个 珍惜卖的每一个 我们可以为了一个疗程 从新加坡开车到槟城 就close一个疗程 然后再从槟城开车回新加坡 为了哪一个疗程 等这一种态度 V-Way才会有现在 应该掌声给你们 过程里面 整个旅途中 很多人一直想说服V-Way走捷径 一直想用给很多人 V-Way很多方法 跟你说不要这样辛苦 用更快的方法 可以更快的 我们不要 他们给我们很多方法 很多想法 怎么让V-Way可以一步登天 我们不要 因为我们有一些 我们坚持的东西 也就是因为一些 我们坚持的东西 到现在的V-Way 它才会有现在 小小的成全 就像去年 10周年在National Stadium 刚刚我说过 我们曾经V-Way 开始等到第一年 我们想过10周年 我们要在1万人的National Stadium 而去年10周年 我们在7万人的National Stadium 2万人的培训会 大家可以说是V-Way的第一次 为什么呢 因为V-Way有这么多场培训会里面 这场是最多人的 而且爆满到 从开始到结尾 都没有人离开 同意吗 这个是当天我很感动的一幕 那么另外一个我觉得非常感动的 第一次发生的 等一下我们来看看这个图案 我觉得当天培训会 除了台上六位讲师讲的东西 很吸引人以外 另外一个很吸引人是在背后 有这个一箱一箱的东西有注意到吗 有很多人走去这个一箱一箱的东西来看里面的人 到底在做什么 为什么有microphone 为什么好像不同的人一直在那边很忙 这个就是当天的翻译的台 一个台一个国家 当天翻译十个国家的预言 所以这个就真正让我看到了V-Way好像真的国际化 而就是V-Way开始的时候的一个目标 那么讲到这个什么是目标 我记得老板在第一次的这个飞马之业 当那时我们只有五位飞马的时候 老板就说为什么他要有一个飞马之业 因为老板很喜欢一个感觉 他很喜欢什么感觉 他很喜欢那种 来领导人我们去香港吃个点心 虽然现在香港不怎么可以去 不过当时他说来我们去香港吃一个点心 只有各国的领导人飞去香港吃点心 就飞回去的那种 老板很喜欢这个感觉 好像他有钱到不懂哪里花的那种感觉 然后他就想说你想像飞马之业五个人 如果飞马之业一直开始有 一场一场这样接着的话 当我们去到国际的时候 整个飞马之业里面有亚洲人 有东南亚人 有华人 有印度人 有马来人 有黑人 有洋人 当时他的画面是这样子 他想那个Sofiway就真正国际了 而今天我们看到来自欧洲的这一群人 我们就知道了有希望了对吗 有 我们的飞马之业国际有希望了对吗 而看到这一群欧洲的领导人 来到新加坡 有的说他们七个月以内来新加坡六次 不是JPGOM Customer 他们的国家捷克也好 波兰也好 是没有直飞的 因为我们去过 他都要飞去一个可能Dubai 或者欧洲的另外一个城市再飞来这里 整个转机的时间等到来是18个小时 或者更多的那一种 所以从这个我想你们看到一样东西 不是说哇厉害哦 飞18个小时 不是 我想你们看到的是一个态度 他们多么珍惜现场的你们 因为你们从Tours来到Office 也需要40分钟而已 对不对 你们随时随地我们招一招 Sundag也好 Expo也好 在Office也好 你就可以40分钟到一个会议 而且我们讲的是你们的语言 虽然你们可能华语不深好 听懂英文 不过至少文化是亚洲人的文化 对不对 所以很多我们要教的东西 你们不需要一个翻译员去把我们的意思讲出来 从台上你们可以感觉我们的气氛 从台上你们可以感觉我们的一切 你们可以借到的力 在这个文化里面肯定比他们高 而他们有很大的挑战 第一 他们从一开始从小学到的东西文化 跟亚洲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他们的这个continent离我们很远 怎么去教孩子这些完全是不一样的 同意吗 华人孩子跌倒 哎呦 西方人孩子跌倒给他跌咯 对不对 这个就是我们讲 亚洲人跟西方人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想法 所以你要他们放下他们一直以来 相信的一些他们的文化 去愿意去飞18个小时 7个月 6次 去一个国家 接受另外一个国家的文化 放下他们几十年很相信的一些欧洲的做法 放下很多他们的一些相信的东西 去重新归零去学习另外一个公司 一个亚洲公司的文化跟做法 你可以想象一下他们多珍惜这个平台 你可以想象一下他们在这个平台背后 他们看到什么 你可以想象一下每一次他们的到来 当他们去到这个培训会 他看到有什么 他看到有翻译员 你看有看到那个很漂亮的那一位 金头发的那一位翻译员吗 他一翻译的时候很多人掌声 你们真的是很现实的 我们真的很少看到西方人会讲华语 我们应该给他一个掌声 为了这一群欧洲的谈议我们很难挤出来 所以我想讲的是 他们来到这里 当他们看到公司会为他们做这个 他们的那种感激 而这个感激放在心里的那一种付出 这个就是一种配合 而有的时候有这种感觉 是当你离更远的时候 当你很难拥有 你就会去珍惜 当你很容易拥有 有可能你就不会去珍惜 这个就是我希望今天看到他们在这里的时候呢 我希望大家看到的一个东西 在组织里面的运作是这样子的 当你跟你的主人每一天都见到 当你跟你的主人每一天都在一起 每一天都配合的时候 有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忘记珍惜他们 就像我们的家人一样 当每一天看到他们的时候呢 我们不会珍惜的 当有一天他们不在的时候呢 我们才来后悔 为什么我们没有去珍惜 所以如果你要再reway成功 他有很多方法 不过我觉得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是 你必须要懂得珍惜你主缘的每一个人 你必须要珍惜你组织的每一个人 你必须要珍惜你有这个机会 接触Portier这个产品 因为我一直都相信 从第一天第一代的Portier到现在 我一直都相信能够认识到这个产品 并且知道这个产品的人 是上辈子做了很多好事的 因为我们跟很多人谈过这个产品 不是每一个人都接受 不是每一个人认为他好 不是每一个人知道他好 不顾愿意拿出388去服用这个产品 不是每一个人认为他好 愿意去尝试的 不是每一个 而能够拿出这个钱去尝试的 这个是一个缘分 所以当我们跟人家分享的时候呢 我们会感到很感激 而不要忘记这个感情 这个两万人的这个漫步 我不知道你们看到什么 有可能你们看到的那个 是一个重要的东西 除了台上的六位讲师 当天非常棒的分享以外 我在台上我看到一个东西 我看到V位很多大领导疯了 有看到Jolie上台吗 有 有看到他受缺吗 有 有Jolie 几万年看不到下巴的人 突然间下巴这边出来了 这代表什么 他真的瘦了 Jol是吃灾的 我们每次开玩笑跟他说 为什么你吃灾的不会瘦 他现在真的瘦了 为什么呢 Fight那个环 或者是Jol 我看到Andy Saw的眼神 感觉像灵魂出窍的感觉 我真的感觉 上台分享的那些领导人 真的是Fight到每天每夜 已经是很累很累的那一种 而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个动作 因为他们知道一个东西 他们是带动团队的人 这个就是一个领导人必须要做的这个动作 所以我希望从当天的这个培训会 你们可以得到的答案 不是台上的人讲的东西多好 而是台下的东西 为什么当天有联合国的感觉 有看到吗 很多国旗 当天要离开会场很恐怖 那个我离开会场你不懂 你会跟错哪个国家 上什么巴士哪里去卖的那一种 Reeway大 他才跟你有关 如果Reeway这样一直大下去 国家一直这样开下去 市场一直这样开下去 飞马一直这样出来 而你的组织还是原地他不不动的话 那你就真的要担心绿原党了 因为当力越来越大的时候 就是你被抛在后面 就越来越有危机感 所以我希望曼谷的那个会议 你能得到一些东西 这个是一个画面给你看 这个是来自之前的努力得到的一个东西 三年后的你会有什么 是看三年现在的你做什么 所以去计划一下 接下来在Reeway 你到底要有什么 昨天我刚刚跟 Gimli跟Victor的两位儿子在那里聊 我跟他们说 现在你在Reeway 要抛开你们是Gimli跟Victor的儿子的这个想法 不是脱离父子关系 不是 不过有可能你们太习惯 你们的父亲是飞马鸡飞马鸡 可能你们觉得你们在Reeway 只是来support你的父亲而已 我讲No 因为你们都是年轻人 你们有很多的干净 你们是之后要接手他们的 我说不要去等 Gimli跟Victor走的才拿他的骨口 可以的话自己不过去fy高点 然后他们走的又给你 你有两个嘛 所以他们听得 哇有两个很motivator 所以我就跟他们说 到最后在Reeway 你要把自己的定位搞定 你加入Reeway 是因为产品好而已吗 在Reeway 你有没有看到让你感动的东西 在Reeway 你有没有得到一些 可能你一直得不到的感觉 这些感觉 这些感动 你要一直记在心里 然后你要把它化为成力量 因为真的 我的确在Reeway这12年 从以前这样小的办公室 到现在数不清的分行 到现在数不清的国家 到现在连领导人进入别的国家 公司都聚不到的情况下 他就从这个小office开始 这12年我看到很多人 从一无所有到一无所缺 我希望你们也是其中一个 所以你们必须也 自己希望你们是其中一个 不要为了别人家 老实来世而欢呼 不要为了别人 租大房子而欢呼 不过你没有 所以不要为人家而欢呼 你要为你自己而欢呼 当然如果你的团队 能够得到这样 恭喜你 如果你自己要 因为你并不是在Reeway 玩玩的朋友 你是希望在Reeway赚什么 赚家产 我知道有很多人 如果有人加入Reeway的时候 是有使命的 希望Reeway可以给你翻身 希望Reeway可以解决一些一些你的问题 希望Reeway可以帮你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不要忘记这个让你加入Reeway的感觉 因为它是一个很大的推动力 加入Reeway会有难题吗? 会的 只要你有去到市场 跟人家分享你就有问题 因为你一个人家想 一定会有人要 一定会有人不要 同意吗? 你带组织 一定会有人支持你 一定会有人不支持你 同意吗? 你去市场跟人家谈 一定会有人给你负面的 一定会有人给你积极的同意吗? 也就是说你做什么东西 它一定会有好的 一定会有不好的 不过相信我 看你focus在什么 集中在什么 就会是这样 你只要觉得它是积极的 它就是积极的 你只要觉得它是消极的 它就是消极的 关键在于你的思想 所以这一次Andy 在这个曼谷 他分享到一些 我觉得跟思想观念 非常好的东西 可能我现在在这里 我们再重复一个 当时Andy 他有一个 因为那是很多讲师 可能你们miss掉这个 他说 今天你能够去到多远 你能够起到多高 并不在乎你有怎样的能力 并不在乎你有怎样的外表 他是完全在乎于你用怎样的思想观念 来对待你的人生 也就是说 大家都是在VV 长得不一样 文化不一样 背景不一样 样子不一样 也就是说在VV到底你能不能成功 不是看你解释加入VV 不是看你长得比较帅还是比较美 还是比较高还是比较矮还是比较胖还是比较熟 完全你在VV能不能够成功 就看你的思想观念 你怎么对待你的人生就会是那个结果 因为他在继续讲的这个 注意你的思想 因为他会影响你的语言 就是说当一个人每天都在想消极的时候 你觉得他讲出积极正面的话吗 他想不出的 也就是说如果今天你的思想是消极的 你讲的话就会是消极的相同的 如果你的思想是积极正面的 你讲出来的话就会是积极正面的 所以注意你的思想 因为他会影响你的语言 接着他又说 那么你要注意你的语言 因为他会影响你的行动 你的思想积极 你语言就积极 当你的语言是积极 你的行动会消极吗 不会的 他就会跟着积极 也就是说他是连接的 思想对 语言对 行动就跟着对 而为什么思想对 语言对 行动就跟着对 这么重要呢 那是因为 注意你的行动 因为他会变成你的习惯 你怎么想 你怎么说 你怎么做 他就会是一个习惯 就是说如果今天一个很懒惰的人 他允许自己懒惰下去 他只要一不改 他一直重复的做一个动作 懒惰就变成一个习惯 相同的一个懒惰的人 当他愿意改的时候 他只要不允许自己懒惰下去 勤劳就会变成是一个习惯 所以我不相信性格是不可以改的 因为在Ruway我本身 跟老板本身 跟很多Ruway的领导人本身 的性格都跟以前不一样 是我们误到某一些东西 我们必须去改 所以我们去改才会有现在的我们 所以思想很重要 语言很重要 语言代表行动 行动代表你的习惯 好 为什么习惯重要呢 因为你必须要注意你的习惯 因为他会成为你的性格 就说你有怎么样的习惯 你就会有怎么样的性格 那么为什么要注意你的性格 因为注意你的性格 因为他会影响你的命运 也就是说你想什么 你讲什么 你就会有怎么样的行动 有怎么样的行动 你就会有你的习惯 而你的这个习惯 还会变成你的性格 所以如果你的习惯是好的 你的性格就会是好的 你的习惯是不好的 你的性格就会是不好的 而这个好的性格它很重要 因为这个好的性格会影响你的命运 而你的习惯如果是不好的 你会有不好的性格 它也会影响你的命运 也就是说只要你能把 刚才我们所讲的思想 语言行动习惯性格掌握得很好 不要被情绪控制 完全可以掌握在你所中 成为一个非常积极正面的人 那么你的命运就会是很好的 所以你问我瑞威怎么成功 就是把这些管理好 你在瑞威成功的机会 就会比你不把这些东西管理好 还来得高 那么除了Andy说讲的这几句 当天老板也讲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句话 他说什么是领导人 我相信你们记得 他说领导人是一个有能力指出人们的共同目标 也就是说一个好的领导人 他不是为了自己的目标而反 一个好的领导人 他不是认为他是组织最大的 一个好的领导人 他会把组织放得比自己更重要 他会知道组织的方向 他会想想组织的未来 他会跟组织配合 他是一个有能力指出人们的共同目标 带领组员努力争取成功 一个领导人设定的目标给团队 能够带领团队迈向成功 所以我希望在Reway的你们 或者刚刚认识Reway 还不知道是什么事情的情况下 有一天当你在Reway开始有团队的时候呢 记得这句话 一个好的领导人是一个带领团队朝向同样目标的 就像Bridge 刚刚他开始的时候他讲到一个东西 他说我们进来嘛 我们不是在排这些椅子 是发生什么事情 刚刚我就从这个整个setup的情况下呢 我就学到一个东西 刚刚我们 我4点3 4点15分我就到会场 当时我到会场的时候呢 我就看他排的椅子排到墙壁边边两边 我就想一下我们没有live feed 我们没有live feed 就是说全部人就不需要往台看 那如果他靠墙壁的话 他又排直直的话 那他们就看不到台上的人嘛 懂得吗 所以我就一来的时候呢 我就跟那个酒店的经理说 我说旁边的那一些椅子不要排了 把它移去后面 那个经理就说 我们5点才hand over给你们 我们5点才hand over给你们 所以你们现在不要去干涉我们怎么排先 先给我们排好了 5点后要改我们再改 我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你已经知道哦 不用排了 你还硬硬去排 排每一每拉一条线 浪费了全部人的时间 5点交给我 我不要这个 你跟我排去那边 如果5点他交给我我 你移去那边 你懂他会这样吗 他就会满怨的 我这样麻烦的 一直改来改去 这个就是一个人的态度 就是他 A就是A他不能B的 他也不可以很聪明的去把东西做好 所以这个情况下我就发现了 当他满怨说 哎呀 又要改的时候 你觉得他对他的下属 讲的话是什么 积极的吗 来我们一起改 我们一起搬椅子 这个顾客很好啊 我们一起帮他搬 会吗 会的 他就会在那边跟他的人讲 哇 这样麻烦的 平民话好好是这样子 还每每给他了 还叫我换 同意吗 这个领导人 他就在他的属下 会讲这些话 你觉得他的属下 在工作的时候会快乐吗 他的态度会很好吗 不会的 因为带头的人已经满怨了 所以从这个我看到 我真的觉得 有一些人 为什么他一直都不能成功 有理由 真的 以这样子的态度 对我来讲 不肯去学 不肯去进步 死死的跟注 他讲这样 就跟注这样的话 我觉得真的 他应该也去不了多路 所以这个是很多 正常人的一个想法 跟组织运作一样 很多时候 我们在组织的时候 有一些东西我们坚持 不过该学的是 我们还少学 因为一个最好的领导人 是要能够学 能够做 能够教 当你能够学 做教了过后 不是结束了 你要再继续学 再继续做 再继续教 就像我讲的 VV很多高的领导 当这几个月 这个大波浪来的时候 很多都疯掉了 很多都以身做的 去做很多动作 而他们已经 越飞越远了 我们要跟着 尤其这个11月 有促销 什么促销 其中三和什么 一心变恶心 好像没有什么 一心变恶心 只要像达兜讲的 是不是要像达兜 那时在三星会议讲的 买一套便飞马 好我们才会兴奋起来 这个一心变恶心 不是在日月事上发生的 要好像 moon eclipse出来说 才会发生的 也就是说 这个11月有很多别的团队 别的国家 悟到这个东西 有很多原本在筹备的 他不要筹备了 他要开始了 有很多认为 哎呀我下个月才开始 他这个月开始了 因为有这个一心变恶心 有这个七种三 因为他们知道 这个 eclipse 是刚好这个点到 他不懂几时会再回来 所以你要把握 千万不要当每一个人 都在抓紧这个机会的时候 你又miss掉这个机会 因为在日月到最后 你能不能够做得更好 是看每一个机会来的时候 你会不会把握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信任的话 了解一下这个七种三是什么 如果你是一个刚刚加入日月的人 的话 了解一下这个一心变恶心是什么 因为有可能你花个五分钟到十分钟 去了解多一点 有可能下一次站在台上的是你 因为我相信这些欧洲团队的人 也真的没有想过 有机会 能够在新加坡的一个舞台 跟大家分享 说真的 我也没有想过 这么快我们可以去到欧洲 说真的 虽然我们以前有想过 不过当它发生的时候 有时候还会捏捏手一下 看是不是真的 我希望当你组织以后大的时候 你真的有时睡觉 大家会捏捏手一下 看看一下到底是做梦 还是真的 2019年也要结束了 已经11月了超快 现在我们整个团队 我的marketing team 都是在准备1月4号的Galaxy 也就是说2020要来的 第十二周年要来的 希望十一周年的你 跟十二周年的你 是攀完良人的 希望十一周年你做不到的东西 你可以在十二周年来临之前做到 希望十一周年的你 设下什么目标 你可以在接下来的两个月达到 因为我相信有很多人在1月1号设立很多目标 不过到了2、3月就没了 懂你吗 最多人设立目标就是1月1号 我要减肥 到了2月就没有了 所以很多人设立的目标 对目标不忠诚 这一次11月 借用这个会议 借用这一次的这个promotion 为自己设立一个目标 不要设立一个容易得到的目标 因为那个没有挑战性 设立一个很难得到的目标 不过也不要太夸张 不要今天你一进来一听就讲我 三个月后要飞马 不是这样子 设立下一个接近你的能力的 不过又超越你的能力一点点的去挑战自己 因为如果今年尾你可以为自己挑战一个东西 有可能明年的开始 你可以为自己写出一个漂亮的成绩 希望不管是今天欧洲的领导人的分享也好 Irene的分享也好 我的分享也好 Dato接下来的分享也好 或者这个曼谷的这一场 你们所看到的东西都好 其实成功要讲的东西 它都是类似的 积极要讲的东西 它都是一样的 最关键不是台上的人讲的多好 你误到的吗 即使台上的人讲的很烂 只要你愿意误到 你还是可以得到的 好不好 那么再一次谢谢大家出席 也欢迎我们来自欧洲的领导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